新疆和田玉的七大特点 订阅预员和田玉每天学点新知识 和田玉 俗称真玉、软玉的一个品种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和田玉都有哪些重要的特点 一、力度极细成毛毡状 和田玉属于透闪石类 透闪石含量一般高达95%以上 其杂质矿物极少 矿物力度极细 未显微精致和影精致 结构以毛毡状为典型 力度均匀 交织成毡毯一般 这是质地细腻致密的重要原因 而这种结构为其他玉石所少有 二、质地细腻温润 质地是玉石质量的综合表现 包括形状、滋润程度、裂纹、杂质等等 和田玉力度极细 所以质地细腻、温润滋则 具有油脂光泽 给人滋润柔和质感 阳之玉就是滋润和阳之 势中的透明度、微透明 灼成的玉见显的水灵、有生气 杂质极少、有的无瑕 且里外一致 三、硬度大 硬度大 则玉气抛光性好、亮度好 且能长期保存 一般来说 高档玉硬度较大 低档玉硬度较小 四、韧度大 韧是打击硬度 打击硬度低 易打击碎 韧度大 则不易破碎 且耐磨 韧度是研磨硬度 透闪时的韧度在玉石中最大 五、颜色纯正 和田玉颜色与其他玉石比较 一是色纯 二是有阳之玉 这是和田玉特有之美 三是朴玉 和田玉朴玉的外皮 按特点分为色皮、糖皮、石皮 色皮是玉的外皮 有一层黄褐色或者褐色很薄的皮 氧化所致 从皮色可看出质量 糖玉的外皮较厚 如红糖色 浅墨玉矿长有此类玉 其中有白玉或青玉 石皮是外层有石质为盐 要取去为盐后才能得玉 如何势必是里奇皮而得宝 六、声音优美 和田玉制成的玉庆 敲击时发出声音轻月绵长 是其他非闪石玉所不及的 七、功效 古一书称 玉是人体续养元气最充沛的物质 养生健体 皇帝内经 唐本草 神农本草 本草刚勿均称和田玉可滋阴 壮瘡羊 除中热 解凡闷 润心肺 助生猴 姿毛发 养五脏 安魂魄 输血脉 明耳目